2023第一步奇幻美剧狼群震撼来袭 黑人男孩突然听见隔壁传来恐怖的呼吸声 他小心翼翼地掀开布脸 眼前的一幕直接把他吓傻 原本躺在病床上的女人 突然变成了一只受伤的大脚山羊 更恐怖的是 一只利爪正从山羊肚子里缓缓伸出 就在小黑以为这只是一场梦事 他的肩膀上却多出了一个动物咬 起初医生和护士都没有在意 但小黑很快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告诉他 必须马上离开医院 某个东西会在下次满月之前找到他 并且杀死他 原来就在几个小时前 一场山火突然席卷了整个美国的东部地区 小黑乘坐的学校大巴被蓝亭在了路上 无数动物被大火逼出山林 正向他们所在的位置汹涌而来 就在所有人都被吓得四处逃窜时 小黑却看见了神奇的银雾 山火中突然缓缓走出一只大脚山羊 他的脊背和羊脚都已经被山火点 但对方却没有丝毫恐惧 反而人性化地注视着小黑 然而此时外面也并不安全 小黑刚走下大巴 就看见一个女人被发狂的迷路撞翻在地 就在他一脸惊恐的时候 早就逃跑的小帅让他马上回到车上 然而还没等小帅把话说完 他突然被什么东西拖进了迷路之中 山火好像逼出了什么未知存在 原本温顺的动物已经彻底发恐 似乎有什么东西正在追赶他 小黑紧接着就看见了恐怖的阴影 货车铁皮上反射出了一道巨大的黑翼 等小帅被扔出来时已经死无全尸 地上的人也好像遭到了什么袭击 脸上被力爪抓得面目全非 就在小黑愣神的片刻 一辆着火的汽车突然冲了过来 幸好小美反应及时 将小黑迅速拖到了一边 直到这时她才发现 她和小美身上都出现了一个神秘友 还不知道发生什么的量 只能快速跑回各自家中 路边察觉到什么的狗 不停冲着小美疯狂吼叫 等她回到家里后才发现 后腰上出现了一个恐怖伤狗 但小美却惊奇地发现 她脸上的青春痘正在迅速消失 同样受伤的小黑却没有这么幸运 她不但伤势更重 甚至还出现了幻觉 原本早已死去的小帅竟然出现在她面前 等小黑再次醒来的时候 就接到了那个神秘人打来的电话 对方告诉她必须马上逃走 那个咬痕既是一种恩赐 也是一个会遭到猎杀的诅咒 而此时恐怖的一幕也出现在了小美身上 她的伤口正在飞速扩散 强烈的痛苦让她跌倒在地 等她缓过来时 突然通过镜子看见了医院里的小黑 她脸上的青春痘不但全部消失 奔跑速度也完全超越了普通人类 等她停下才发现 在用超越极限的速度跑了几个街区后 她的脉搏竟然没有丝毫加快 甚至就连平时对她狂叫的狗狗 也变得前所未有的温顺起来 直到这时小美才意识到 她身上出现的变异 很可能与这次的伤活有关 等她赶回家的时候 小黑这时也找了过来 她给小美展示了自己身上的伤口 但除了小美之外 其他所有人都看不见 直到这时小黑才发现 她脸上的青春痘也完全消失了 就在小黑疑惑不解释 两人身后突然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黑影